好 大家又看到大卫了 大家好 大家大卫了就知道我们要去看房子了 大卫 今天看什么房 今天我们要看一个旧房 就是二手房 今天这个房子很特别 它是我们这边房子旧了 会有一种叫做拆迁 或者新加坡这叫做集体出售 M block 这个房子之前M block还不成功 所以接下来 有些的屋主他们是决定说他不等了 他就先把它卖掉 那么由于是个个人的理由 需要搬去别的地方 他就愿意把它卖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去看这样的房子 开迁机会比较大的房子 也是M block房子 这种一般都是旧房 然后面积通常都比较大 这种就比较有机会被其他的一些开发商来收藏 是我们这边看到最近新加坡的团厂其实是非常多 所以开发商 现在所剩的这个新房的这个库存量 其实已经降到算是 快要到历史新低了 然后这种M block的情况就有两个条件特别要符合的 第一呢就是要 然后80%的屋主 同意 才能够M block 另外一个就是同意了之后 当然必须要有开发商愿意购买才可以 所以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重要 缺一不可 是 所以我们通常讲到M block的这个项目 前面 就是要先拿到80%的屋主签名 而且这个项目 他就曾经 达到这个80%的签名 所以 今天我们看的房子以前 曾经达到过80% 对 为什么没有卖呢 因为当时他们M block的时候 他们时机不对 他们是M block的时候已经是 这个拆迁的尾身了 就是开发商已经 当时已经买了好多地了 所以到后期的时候 他们才卖 算是比较迟的 而且他们的地比较大 然后我今天要 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说吧 根据上一次 他们会分到如果M block成功 他们会分到了大概260多万左右 260多万 那他的 他如果在市场上卖出去呢 在市场上卖出去现在的价格大概是在 一百七十到一百八十左右 对转手的话就 赚一个 八九十万 那不少 对 但是这个就是不确定了 这个就是不确定我刚才说了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 百分之八十的签名 那么另外一个签名好之后 当我们 放到市场上 砍标的时候 就是开发商会来标这些地 必须要有开发商愿意来买 这里是靠近河南村的地方 很多外国人喜欢住在这边 而且他这里的环境 特别 跟其他的 有不同的地方 我们看到他这个环境 我们看到左右两边 是有地住宅 所以这样的环境在新加坡就算是比较 幽静 没人 人没这么多 而且还有这个公共 巴士 这么窄的路 还有那个公共汽车 就是那个小区 对 你看那个小区里面的范围 很大 啊 真的是 这种房子 你看这边是低楼的 所以 这样的房子 开发商能够把它再重建成高楼 所以 是有发展钱的 他完全没有多层停车场啊 都是在地下 对你看这些停车场是以前 旧的公寓 这样现在他们就做那种多层的 就省了这些地嘛 是 如果开发的话 他可能 重建一个地下的 车库 这样的话 整个的地就变得 可利用的地方 比较多了 是 是 而且 集体出售拆迁的时候 这些卖地的钱 就是 这里的屋主 分 是 也不是说平分按着他们的比例来分 所以他的地越大 他到时候卖到的这个价格 那个钱就越多 这种老式的公寓好像跟那个 组屋的那个 结构差不多 是 而且他这边还有第2个出口 就到另外一条 啊 OK 我这个要收购的话 开发商要实力很大才行 啊的确要有实力 所以一般 这么大型的 他们所以是 做那种叫做 Joynt Venture OK 不同的几个开发人一起 对他们一起去 做开发 你看到里面公寓有这种 三四层楼 没见到完 他们就会有他的钱 他现在目前有电梯吗 旧的有些可能没有啊 旧的没有 我们要去的是高楼还是 我们去的那个是高楼 到时候还可以看一下他的风景 前面是哪里啊 前面应该是另外一个出口 另外一个出口 对 你看这边 还有一叶子树 还可以在他们 住在 香蕉树 住在这边的这些 屋主 就会可以出来种香蕉 哇真的有香蕉啊 看一看 来 哇这个小香蕉 还没熟 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啊 上面其实是比较老旧的 是 那个年头可能也比较多了 未来 这样的房子的 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他可能会 被收购 被拆迁 对吧 这样的几率是不是很高 这套房子的特点呢 是他在高楼 非常高楼 所以呢 他的景色优美 当然里面现在比较成就 自己专修下 其实就是 非常好的一套房子 可以自住 然后讲到这个拆迁 有很多拆迁的这个小区呢 他们达不到80% 的屋主签字 但是这个呢 之前 曾经做过拆迁 已经达到80%了 就是曾经达到过 但是上次没有卖 上次 不成功 因为上次当他们推出市场的时候 他们已经 实了 不过里面当然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说他曾经达到80% 所以这个几率算是比较好的 谁比较适合买这样的房子 买这种房子呢 他这种投资 里面就跟买新房完全不同 这类的房子呢 就是必须 买家必须能够承 当这个比较长期的这个投资 比如说 可以买来出租 每个月就还这个月工 然后 如果拆迁不成功 等上一个5年10年 那迟早呢 有一天会成功 因为这个地 真的是很少 很难得的 我们刚才走的这个环境 他真的是 还有很多的地 那么 如果自住呢 要住比较大的房子 那个价格又不是太贵 这个买家 如果愿意在这里住上一个10年15年 其实算是一个 好的投资 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 因为一旦拆迁成功 根据之前拆迁给的价格 跟现在市场 买卖的价格 它相差了快要90到100万 意思说有90到100万的利润 这个房子是99年 还是 房子是99年 99年 那你为什么觉得 这边的那个潜在的 被收购 被拆迁的机率比较高呢 好 那那你就问对人了 因为我本身呢 现在就是我们公司 做这个 Mblock 团队里面的 成员 然后我本身现在也在处理 几个Mblock的项目 所以呢 很多人以为 旧的项目肯定 就可以 Mblock拆迁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那么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融几率 Float Ratio 我们叫做GFA 所以呢 如果一个项目他的融几率已经 那个融几率已经达到最高那么 对开发商来说这个拆迁 这个利润 就 没什么利润了他们就不会买 但是 这个项目他的融几率其实还非常高 这个项目的融几率 其实还没有完全被 用完 所以他还有很大的空间 面积 上加利用就可以转换成可以卖 的这个面积了 对对对 就是说 简单来说就是融几率 就是说他现在的融几率 未来可以盖更多的房子 更多的那个单位 那么最重要的当然 我们本身呢要先了解这个项目 他有没有这个拆迁的可能 所以如果 来个朋友们想 对这个拆迁 投资 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我聊 或者是对你们的 公寓 想多知道一下有没有拆迁 这个可能 也可以联系我 联系静伟 我们可以 一起多了解一下 好的 谢谢大卫 好